白色外觀 巨大豪華郵輪停在吉隆港 它是號稱全亞洲最大郵輪 地中海榮耀號抵達吉隆港 船上兩千 兩百斤的客艙 搭配奧地利水晶打造的大廳 船上還有F1賽車可以拍照 超級豪華設施 一開始沒有想到是這麼豪華的郵輪 然後進來之後其實滿驚豔的 然後目前感受下來還滿平穩的 可能再看看出航的狀況 但是如果是帶一家人 很適合在這邊休閒 因為就大家都在一個空間裡面 然後各自玩樂這樣 玩累了還可以來戶外游泳池 滑水到細水 遊客形容是海上度假勝地 剛剛有一個那個小圈圈的地方 就很適合自己 就是可能情侶啊 或是一些家人 然後可以一起在那裡泡澡 然後我覺得算是一個 比較有隱密的地方 然後跟其他的就是 開放性設施不太一樣 這個比較 就是可以自己享受自己的時光 來到餐廳 邊做服務 精心的餐點擺盤 寬敞的用餐環境 讓遊客盡情享受 愉快的度假時光 搭船還有個好處就是 我們旅行社的朋友告訴我的 就是搭船沒有公斤數量的限制 也就是說我如果要到 日本這個 沖縄採購的話 我可以有很多公斤可以帶回來 但搭飛機就沒有辦法了 這是我選擇搭郵輪 最主要的一個 喜愛 地中海榮耀號展開冬季首航 以金融港為母港 展開圍期3個月13個航次 沿途將會停靠日本沖繩 和宮古島等地 遊客不僅可以體驗船上的豐富設施 也可以下船到日本當地寫拼購物 台灣人特別喜歡去日本 然後去買日貨 然後搭郵輪最大的一個方便點就是 你沒有所謂的行李公斤數限制 沒有行李建數的限制 我曾經就是在幾年前看到客人 不管帶水波爐 甚至還帶那個很大的那個 液晶螢幕 液晶電視機 60寸的電視機一樣 用小拖車把它拖回基隆港 所以基本上這個跟搭船就不一樣 那東南亞國家 因為本身在台灣出發的 做飛機的產品 像泰國 馬來西亞 新加坡 印尼 那個本身的單價就不是太貴 都一萬多兩萬 就疫情以前 所以相較來講 他們就認為說 我若一樣的錢 我花兩萬多塊 那我還不如去 兩萬多三萬多 我還不如去搭郵輪去日本 或是去韓國 解封之後 國人到國外旅遊暴增 機票住宿都寒漲 郵輪票價相對便宜 業者看好郵輪市場 飛機旅遊已經開始在起飛了 可是因為它目前的航班 跟運率還不足 所以基本 而且它現在的那個票價 也漲得蠻多的 所以相較於郵輪產品來說 它的價錢算便宜的 所以非常多消費者 而且等於是被封了三年 然後又這次 又是以基隆為母港 又是首次最大 17.2萬噸的大郵輪進來 基隆港 圍牧港 所以我們 尤其在農曆年前 那兩個航次 非常非常早就整個就完銷了 疫後時代 郵輪復出 基隆港郵輪進出再現 搭配春節過年航次 業者提供豪華服務 全力搶工 郵輪市場商機 記者 黃少鳴 基隆報導